哈囉,大家好,我是冰哥 午餐吃什麼,冰哥今天來陪你吃午餐 那我們今天要吃什麼呢 就是這個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Costco 不是Costco 要Costco的那個凱撒雞肉沙拉 那我們今天來吃健康的,來吃這個東西 還蠻好吃的 OK 你要打開 裡面有個沙拉醬 這個沙拉醬 然後還有一包很像那個吐司,炸吐司的東西 那 裡面就有一些水果蔬菜,雞肉沙拉,還有 這是起司條吧 嗯 今天午餐就來吃這個啦 那以我的習慣齁 就是啊,像這個全部倒下去拉拉耶 我覺得這樣好像 沒有很好吃 冰哥的習慣都 喜歡把它 沾一點,沾一點來吃 這樣感覺味道比較濃一點 或者是吃一段時間就 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直接這樣子沾 或者是 稍微倒一點點在一小區塊 那不要把它全部拉著會 因為拉著會 它那個高麗菜 這些生菜會出那個水 那這樣吃起來味道就比較淡 嗯 一到達去買了 牙齊 很好吃 很香 Casco的雞肉真的給很多 超多了 如果食量小一點的 恐怕這一款,恐怕吃不完 為大家忙不忙呢 又接近 要準備要到六月拉 這是學生的畢業潮 那每年的六月底 學生畢業 我們做租屋這一方面的工作 就會比較忙碌一點 要送走新房客 而送走舊房客要開始招租 待看,簽約 所以 所有的動作都在 平均落在 六月到九月的時候最多 然後啊 學生也是在 一般房間也會在六月底空出來最多 所以如果有同學大學畢業 有沒有 剛考上大學要找房子的話 最多的是在 六月底居業中 這個時候最多 你可以挑選的房間種類啊 房型也會最多 那一直以來都有個迷思啊 有些 大部分是中南部家長嘛 應該也是比較省錢的關係 會有一種迷思就是說 啊 房子那麼多 我等到暑假過後 九月中 開學的前一個禮拜再來找就好啦 但這第一點 九月中的時候你來找 通常都已經是人家挑過好幾輪了 那剩下的房間就是條件比較不好的 這間房間 而且可以挑選的數量會很少 這是第一個缺點 第二點 你讀了大學四年過後 因為每年一年一千嘛 所以也就等於啊 你九月中租的 四年後 你一樣是租到九月中 那你六月底就畢業啦 那你房間要留到九月中 到時候提前退租 房中又不可能讓你提前退租 退租要扣押金的 這是合約上面有寫到的 所以啊不如早點齁 把 在暑假前 該找的房子 該住的房子 趕快這個問題先解決 解決好了 你再放心的去玩 提早把這方面的功課先準備好 那放完暑假你就可以安心的開學啦 才不會有沒有 才不會淪落到沒有地方住的問題 那如果捨不得 暑假之後要繳房租 很簡單的去打工啊 很簡單的去打工啊 在學校周邊啊 你一定很多打工機會啊 只是你願不願意去做而已 暑假兩個多月 你可以打工兩個月啊 然後存一點錢 對不對 然後去高開開心心的玩兩個禮拜 玩兩個禮拜 後再回來開學 那不是很爽嗎 對不對 對 你也不會整天叫在出 躲在房間裡面 然後覺得時間好難過好無聊啊 對不對 好 話說已經 明哥已經脫離暑假這兩個好久了 哈哈 十六歲就開始工作了 好 好吃耶 醬真的好吃耶 這醬也不用沾很多 我就蘸一點點醬提味 這個雞肉沙拉 雞胸肉好多 這樣一份啊 一百五十九塊 可以買兩個便當 不過偶爾還是 多吃點青菜 便當齁 太油啊 太甜了 雖然很好吃 嗯 而且這樣吃 沒有熱量超過的問題 你看 這雞胸肉啊 就沒有肥肉啊 白肉 不是紅肉 然後其他的啊 都是蔬菜啊 對不對 都是蔬菜 這 全部你看到 熱量最高的就是這個東西 沙拉醬 那由於我們只是沾一下沾一下而已 所以你看 這麼大個的沙拉醬 我也才不會用上面一點點而已 這樣沾一點來吃齁 味道就很清爽 但是你如果整個把它擱下去啊 整個黏黏糊糊糊了 哎呀 那個看了感覺都不舒服 而且 因為整個都是沙拉醬的味道 你就吃不到 這原本食物味道的層次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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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個份量很夠耶 如果食量小一點的齁真的吃不完 但沙拉這種東西 即使你吃不完齁因為已經 這樣吃的話多多少少已經跟 口水什麼東西跟空氣這樣都有接觸了 吃不完這樣子再拿回去冰其實他還是不新鮮的 因為蔬菜會出水啊 啊出水只要他一出水你再吃那個 脆度啊那個口感就不一樣了 這個真的可以兩個人一起吃一個 如果食量小一點的話 兩個人吃一個夠了 這個份量很夠 嗯 嗯 那這樣就不用買兩個便當啦 就一盒這個兩個人吃啊 啊像這些茶匙湯匙在Costco 用餐具那邊你都可以拿了 然後可以用的就好 不要像是那個 新聞報的那個實在太誇張 一盒一盒拿一盒這樣 我們來回家用 回家就用自己家裡的 這個叉子不是更漂亮 還用這種 小湯人給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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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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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頻道還有個小姐叫這個 日本小姐叫木下幼香 大家可以去看看她的影片 要求我一船吃10公斤的拜拜 呵呵 而且她很瘦喔 那樣子吃東西真的有很享受嗎 很難理解 像這一個沙拉 我覺得最好吃的時候是剛開始跟中斷那個時間 是最好吃的 那吃到後段呢 就好像有一點是 為了把它全部吃完而吃 那個餓的感覺已經沒有了 所以後段就 感覺就沒有那麼好吃 那個木下幼香 一隻吃十幾人份 所有東西全部都這樣大口大口的扒進去 而且吃得很快速 那樣子吃東西真的會好吃嗎 看影片都是說好吃好吃啊 看影片都是說好吃好吃啊 這樣我們吃東西有時候不就是 去感受一下就是咀嚼的味道 然後讓這些食物的味道在嘴巴裡面 的這些感覺 然後包括吞下去的一個動作 那你如果在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內快速的這樣吃個十公斤 好像只有連續在做吞 吞的這個動作而已 然後把你的味驚大 然後把你的味驚大 個人是覺得 那個真的 那個真的很厲害 太厲害了 啊快要吃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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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全部吃完了 那麼今天兵哥陪你吃午餐 我們午餐就是吃的是Costco的 凱薩雞肉沙拉 那今天先到這邊到此為止喔 那我們改天再一起吃飯 啊 還不坐姿 see you 拜拜